支持我們持續修復更多香港優質影片 請like、subscribe和share 多謝大家 小學教育及學前服務六題書已經發表了 今次主要是針對幼兒中心、幼兒園和小學 要研究的就是本港三歲至五歲的學前兒童 以及六歲至十一歲小學兒童的教育問題 現時照顧六歲以下的學前兒童的機構 包括有幼兒中心和幼兒園 幼兒中心大多數是由志願機構主辦 以及獲得政府的補助 以協助日間不可以適當照顧子女的低入式家庭 就在去年,在國幼兒中心受託的弟弟哥 大約有一萬五千個 但是根據陸皮書指出 目前對於幼兒中心的名額 實在是需要多些的 同時對於非謀利的幼兒中心 當局是有津貼給他們的 但是陸皮書就說 就在現時的幼兒中心裏面 有很多弟弟哥是不需要資助的 陸皮書又說 有些幼兒園是設有一些幼兒班 全日照顧兩歲至三歲的弟弟哥 還給了善食 所提供的其實就是幼兒中心的服務 但是這樣做法是不對的 因為要提供幼兒服務 就要遵照幼兒中心條例及規例辦理 而當局對於幼兒中心的服務水平 要求就較為嚴格了 而且幼兒中心是受社會福利署管轄 而不是教育司署 所以在幼兒園附設幼兒班是不妥善的 在幼兒園就讀的小孩子 人數就比幼兒中心多很多 本港四歲至五歲的小孩子 不過有九成是讀幼兒園的 人數就有成十九萬二千人 現時有很多幼兒園 在設備上也是不完善的 他們大多數是設於私人的樓宇裡面 通常都不夠地方給學生做適當的活動 大部分的幼兒園均屬牟利性質 因此盡量收學生是自然的事 課室方面的佈置就多數千篇一律 務求地盡其利 五幼兒園這種佈置的方式 和學生人數更多 難免就是要採用傳統的教學法 根據去年九月的統計 全港幼兒園學生有成十九萬二千人 但是其實幼兒園的總學生名額 應該只有十八萬二千人 那就是多了一萬人出來 由此也可以反映出 幼兒園實在是有過於擠迫的現象了 至於幼兒園的師資方面 也都只有百分之七的教師 是受過適當的訓練 而接受訓練的機會也都是有限 綠皮書又指出 幼兒園應該發展弟弟哥的心智 適應生活環境 和學習各種基本技能 但是現在有很多幼兒園 非但不注重發展學童的基本技能 反而傾向於集中發展他們 在中英素三科學術方面的能力 而採用的課本的程度也都非常之深 有時用的其實就是小學低年級的課本 功課方面也都相當繁重 以前我們就是拿幼兒園的教科書 問一下小學生 也會學會學系的 妹妹呀 你是多少年級? 一年 這兩個字你懂得讀嗎? 不知道 弟弟呀 你是今年幾年級? 一年級 這幾號數你懂得算嗎? 這幾號數? 我不是太懂得計算 弟弟 幾年級? 三年 這兩個字你知不知? 不知 你今年幾年班? 二年 你讀給我聽聽 我不認識,先生沒有嫁到 那你妹妹讀幼稚園,心不心? 她都幾心,寫了三四班字 那英文要讀嗎? 英文也要,還有一首歌曲 一首都有三四行的,要你念 她是有書本來教的,不是新職教學的 平時回家需要做功課呢? 要,要做中英算,中英數 要做多久呢? 一個兩小時 功課多了幾多,就是三樣 但是三樣有時候都很離譜的 至少幾十個月 不過以她這麼小的小孩來說 就較為多些 就是多些 因為她都是小的 那最初的時候 為什麼你會選這間幼稚園讀幼稚園? 聽見人家說 在這間幼稚園讀幼稚園出來 就很容易找到小學 那就儘管去試試 那怎知道進去呢? 真笨 為什麼呢? 因為不功課實在太多 而且那些東西壓力很大 就是覺得那小孩 那現時阿嘉華有沒有考到小學這樣? 拿就拿了十間都有多 但是沒有一間考到 現在一個兒子一間都沒有穿 是不是考的東西很深? 深呢? 我們都不知道的 就考中英數三樣了 又是 那出來那小孩當然說 認識了 她當然說認識了 我媽媽 那是真的假的? 我們都不知道的 但又不知道對方那些學校呢 要選什麼成績的小孩 我都不知道 其實很多家長都想 那些子女考到出名的小學 尤其是一些有直屬中學的小學 就更加是家長所嚮往的了 他們認為入了這樣的小學 就等於進入一間好的中學 甚至是進入大學的最好踏腳石 但是由於學位有限 以至造成強烈的競爭風氣 那對於家長和弟弟哥 都造成很大的壓力 在小學方面 也都深受利慢於整個教育界的 強烈競爭精神所影響 令到很多小學 也變成偏於注重傳統教育的機構 以傳授課本知識為重點 造成的結果呢 就是教師忽視了學生的群體生活 以及在得育和情緒方面的發展 同時有很多學生 由於某些科目比較差 而需要留班讀多一年 也都不是健全的方法 因為留班的學生 要將全部的科目由頭讀過 很容易會生厭的 而且由於年紀 比同班的同學大了 以前和年紀 聊得來的同學 又已經升了班 所以對於留班生來說 學習的情緒 實在是受到影響的 為了改善在幼兒中心 幼兒園 及小學三方面的情形 綠皮書 是作出一連串的建議的 我們將會在第二節 和各位逐一討論的 綠皮書指出 以前幼兒中心所提供的名額 實在是供不應求 而且估計需求量 會在未來十年 是會不斷地增加的 故此希望在十年之內 能夠全面提供多些幼兒中心的名額 綠皮書又建議 對於現時設有幼兒班的幼兒園 應該另外註查 而需要達到幼兒中心的法定標準 否則 就要在四年之內 停止辦理這些幼兒班 綠皮書又說 現時對於非牟利幼兒中心的資助 是應該停止對日託的幼兒中心 給予直接的資助 而轉為對幼兒中心內的小朋友 視乎每個人的需要 而給予個別的津貼 辦法就是根據 按級遞減的資助計劃 而在幼兒園的小朋友 也將會獲得同樣的津貼 因為綠皮書裡頭建議 例如好像幼兒園那方面 就要將學生的人數 由四十五人減到三十人 另外又要增加他們學校的設備 第三方面 CG一定要接受訓練 由於這幾種建議 他們的開支那方面 一定會增加了 所以綠皮書 預測 幼兒園的學費 將會增加到 九十元一個月頭 由於要照顧那些家境清貧的學生 所以現在政府準備 實施這個叫做 按級遞減資助辦法 這個辦法是相當複雜的 我可以舉一個例子 假如一個家庭有六個成員 他們住在新區裡頭 他們如果家庭裡頭沒有收入 根據公共援助 他們大概會收到 一千一百四十元的公共援助 一個月頭 如果他們是接受公共援助 那九十元的學費 是由政府直接交給有關的幼稚園 他們子女就讀的幼稚園 但是假如他們家庭的收入 是超過公共援助的數字 例如假如他們的收入是一千二百元 換句話 他們超過的數字是六十元 在超過數字的六十元裡頭 是有百分之二十 是應該為他們的子女交學費 換句話 就是有十二元 就需要家長交學費 那個學費是九十元 家長就出十二元 其他剩下的七十八元 就是由政府 根據這個新的資助辦法 是交費給幼稚園的 至於幼稚園擠迫的團聯 綠皮書建議將現時每班最多四十五人的規定 分四年遞減至每班三十人 而他們只能夠收取三歲八個月 至到六歲的弟弟哥 課程是一年至到兩年 每日不可以上課超過四個小時 而在師資訓練方面 將會推行一項有系統的在職訓練計劃 至於目前教育師處 輔導士學處 為訓練合格幼稚園教師 而舉辦的兩年制在職課程 學位容額將會擴大 以便每年可以容納教師一百二十名 同時建議將課程移交教育學院辦理 除了擴充上述兩年制的課程之外 政府還認為必須舉辦為期較短的課程 因此 綠皮書又建議教育師處的 輔導士學處 開辦一項為期十二個禮拜的 部分時間徵修在職課程 每年舉辦兩期 每期可以訓練一百八十人 第一期將會在八一年九月開辦 讀完兩年制課程的幼稚園在職教師 就將會成為幼稚園合格教師 而讀完十二個禮拜課程的 就叫做合格幼稚園助理 由1984年九月開始 每間幼稚園必須聘用最少一名 合格幼稚園教師 或者合格幼稚園助理 到了1990年 應該有75%的幼稚園教師 已經受過適當的訓練了 綠皮書有建議 學前教育不應該強迫兒童 學習某些科目 而應該給他們學習的機會和鼓勵 課程方面應該注意五點 第一就是群性和情緒的發展 例如通過集體遊戲 角色扮演和戲劇表演等活動 鼓勵兒童產生一種認同作用 因而接受他人 同時培養起自信心 每天都聰明 去學校廟 學生五點 每天吃四次 每次吃一架 每次吃一架 第二就是让他们有引发概念形成的活动 例如利用游戏材料和有教育性的玩具 让弟弟可以进行探索观察和将资料分类 以便将来了解比较复杂的意念 第三就是要帮他们促进语言能力的活动 多点鼓励他们听故事和讲故事 以及玩其他的游戏 都是可以帮助他们以明确的方式来表达思想和感情 于是带着食物去 由狮子大大做你的公鸡图的泰盘 所以走得很慢 为什么我们走过去 就走出了森林了 老虎先生就说 原来走出了森林这么大 狮子大就说 你们不用怕前面的那是沙漠 你只是黄色的那就是沙漠 突然间听到那些声音 他又不知道是什么 原来是一只骆驾 他说能不能收拾我玩 他说能 一时就换衣 一时就游泳 他们做得很开心 太阳伯伯已经下山了 他们又不舍得走 他们爸爸妈妈挂着他们 他们就走了 第四就是要有启发创造力的活动 这些活动可以通过美术教材 鼓励弟哥去做 例如画画 摺纸 玩黏土等等 使他们有机会创造 和表达自己 第五就是促进动作能力的活动 主要是改善弟弟哥四肢的协调 由于小学入学时 严重影响到幼稚园教育的设计和策划 也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课程 令到很多家长要他们的子女考入名校 以至造成强烈的竞争风气 使得那些弟弟哥受到不必要的压力 为了使幼稚园得到恰当发展 循序漸进 培育学童的心志 故此当局需要定立分配小一学位制度 免除各种竞争性的入学测验 在这个新的分配办法 其实还未曾详细 是有一个肯定的建议 但是在绿皮书里头认定 控制小一入学是有它的必要 原则上方面 就是要将香港分为若干的学校网 但是因为入学网的关系 所以网比较现在一般的 升中一的学校网是小很多 换句话说 这个小一入学的网的数字 是会大过现在的 升中一的学校网是很多很多 甚至三倍、四倍 我们初步的建议 大概是他们的学位15% 留给学校着情去分配 它分配的原则是根据几个因素 第一是他们的学校宗教背景 第二是那些申请人 他们有兄弟姊妹在那间学校 现在就读 第三个因素就是视乎 那个申请人 跟那间学校过去的联系 的关系 在这些学校分配了 这些着情办理的位置之后 所有家长需要填一个申请表 将他们的网内所有的小学 根据他们家长的志愿 先后的程序 填上个表上面 我们收到个表的时候 就会考虑到申请人 他们现在有没有兄弟姊妹 在那间学校就读 第二个原则 看下那个申请人 以前他们的家长 他们的兄弟姊妹 有没有在那间学校就读过 然后最后 就根据那个家长的志愿 然后才分配这个学位 在小学方面 绿皮书又建议 小学强迫教育的入学年龄 仍然保持是六岁 但是六岁以下 至到五岁零八个月 就可以由家长自由选择入学 教学方法 就应该尽量采用活动教学法 尤其是在小学低年班 是应该全面实行 这种教学法 是着重学童本身的学习 而不是只听先生的讲授 目的在鼓励学生一边做一边学 在这种教学法底下 学生有机会按自己的能力 和进度去学习 这种教学法 通常是将一班学生 分为若干小组 但是分组的数目 和每组人数就不宜过多了 大致可以分为五组 每组七个学生 所以绿皮书建议 采用活动教学方法的每班人数 最多就是三十五人 和教师方面 通常是由一位 负责一班学生的所有科目 而不需要将上课的时间 分为若干节 但是中英文和体育等科目 就将会由其他的教师负责 在指定的课数上课 在指定的课数上课 绿皮书又指出 虽然在官立及资助小学的教师 大部分曾经在教育学院 接受专业的训练 但是教育概念会改变的 而教师必需适应这些改变 和如果教师没有机会 检讨他们的工作目标 就会漸漸不思进取 停滞不前 故此绿皮书建议 举办有系统的教师进修课程 尤其是实行活动教学的教师 就更加应该接受进修的课程 每一个教师 都应该接受两期连续的训练 每期约为八个礼拜 教师需要在最初从事教学工作后 五至十年间接受第一期的训练 大约再过十年 然后再接受第二期的训练 由1981年9月起 凡是新任教师 都需要接受进修的训练 至于现任的教师 教育师应有权指定任何一位 进修一项或者多项这一类的课程 绿皮书又建议 必要时所有的学校应该开始啟导班 以及推广这一类的辅导教学 同个别的学生 补习他们比较差的科目 让他们不用留班 而留班只适用于因健康欠阶 家中有困难 或者其他类似难题 以至大部分时间缺课 以至赶不上功课的学童 绿皮书又建议 教师与班级的比率必须要增高 由1.1对1 增高至1.15对1 那就是说 由每10班有11个教师 就增加到每10班要有11个半教师 对于其他改善学前 及小学教育方面的建议 以及有关的细节 绿皮书内都有详细列明 而要将这些建议实施 经费方面 在明年是需要大约8千万元 以后几年就会每年递增 到了1985年 每年将会用大约1亿7千万 以时有关的建议 都是在绿皮书阶段 而作为政府作出决策前 广征民意之用 你们有什么意见? 如果有的话 请在本年7月底前 以书面提出 一切的建议 将会有助于政府作出确实的政策 及将来百皮书的议定 和其他人们一起建议 对我来说 更多的建议 因此 有关的建议 如果你们能够建议 你们有关的建议 我们再来 建议 当年7月